看看新闻网 纳青花和他的女婿们 说的都是家常里道的话 但是我都是寻常百姓人家遇到的事情 但是呢发生的事情不是说惊天动地 不是大事件 但是呢都是百姓 切实生活当中要遇到的事 我们这个戏还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看起来非常生活 但在生活的基础上 它略带有一点点夸张 所以好玩好看 希望大家会等我们这个戏拍完以后 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 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透露一点 一些小小的剧情啊 因为我想大家都观众朋友都非常想知道的 那就让何塞飞来透露 她是最熟悉的 她就是她跟她的女婿们 来有请何老师 没有何老师来您说 您说一下 就是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 这部剧的一个一些小小的剧情 刚才曹老师说了 基本上也是家长里短的那个主题 但是每一个故事 它都有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故事结构 那么我们这戏里面也是 纳金花有三个女儿 头一个女儿呢 嫁给了她 私奔了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是极其反对的 很纠结 那就是 然后女儿在她家 没了 一个事故里没了 从此产生误会以后 我认为她女儿 我女儿 在他们家去 您是纳金花是吧 我是纳金花 对 然后就她女婿来找我了 到深海来找我 故事从这开始 就是人物之间的那种 这个矛盾啊 误会啊 就就此建立了 之后就一直发展 很多这个人物关系 然后很多的误会 通过发展 就产生理解 然后达到一些和 一些和谐 最后是和谐的 和睦的 这样的 除了和胡雅杰老师的 一些这样的一个 你看这位是 分别介绍一下 她的那个 那个后女朋友 我女儿去世了 她就 她就另外续嫌 当然 不是她 别赖了 你就在我背后 乱告小动作 然后那个 对 我不让她找 我最好 她能够在我身边 然后她妈 她是她的妈 她妈肯定不同意啊 儿子老婆 没了 肯定再继续 继续娶老婆呀 我就跟她斗 因为我还有个外甥 她就是比较自私 我就觉得 我这个自私 也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呢 给我们讲一讲 何老师 你说你的自私 有什么道理 因为我是一个 制造矛盾的人 然后她不停地要去安慰我 我在想 我这个戏里面 没有我制造矛盾的人 你们这些情节 也没法发生 是吧 然后呢 就这么 我跟她斗个 她是面不及的 这样看得出来 对 四处在着火 然后这位是我的前夫 前夫 关系好复杂 我已经混乱了 关系很复杂 就一开始的时候 她就 她之前追求我 是因为我家里有钱 然后在我爸爸去世以后 你有信息的 对对对 她就把我家里的财产 全部转移掉了 然后我就被架空了 然后我又和这个 胡雅杰老师 这个扮演的 何正海认识以后 也是很多矛盾 不打不相识 然后之后她又帮了我 因为我想撕下了 因为她帮我拍得太惨了 对对对 所以说来又产生爱情 所以说德中也是在这个部戏里 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吗 对 很久没有演反派了已经 所以其实演起来挺过瘾的 对 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最开心的 因为其实我不太爱她 我喜欢她的小女儿 是这样子 但是你是看上了她的财产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特别刁蛮任性的 一个富家天津 对她在我们家的屋檐下 活得很惨 就是用她的话叫什么 小狗是吧 小狗 还刚刚昨天拍了 还打我 还迫我走 什么都 这个女的真的不行 从一开始后来我变得很好 她应该能够知道 我变得有多么的好 她只知道我有多么的坏 这样子 那这部剧的主要的一个主线 还是一个非常一个 轻松幽默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吗 没有 是一部史剧吗 情情爱情 然后这个友情 友情各种情都有 眼泪笑声 也有商战权力的斗争 也有一点 商战 商战 好丰富的内容 来 雅杰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您在这剧中的角色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剧中 何兆海的扮演者 胡雅杰 我们这个剧 叫 《纳金花和他的女婿》 是一个家庭剧 和情感剧的一个混搭 那要说家庭剧呢 就是这个纠葛呢 那我这俩妈都在 一个是亲妈 是吧 由曹翠芬老师扮演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小丈母娘 是吧 由何赛飞 带我 带我来看来 带我看来 是吧 这么美丽的一个 这么年轻 然后就成丈母娘了 所以得叫做小丈母娘 这是家庭这方面 主要的就跟这个两个妈 然后情感方面呢 对我的情感方面 主要就是跟这个 和林 跟和林 我们在一起 这是 所以说今天到场呢 然后还有事业上的竞争对手 所以说今天到场呢 基本上把这个戏的主要情节的 这个参与者 都带来 这个戏 我觉得这个戏 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 然后这个体现和谐的 最后是一个大团员 虽然在戏中吵吵闹闹 这是矛盾的制造者 然后就像他是山峰点火 然后我就像这个消防队员一样 到处的扑火 他制造各种的事件 然后我就来解 就来这个解决各种的事件 这个戏会很好看 是很好看的 就像刚才他们说的 是吧 笑声 眼泪 是吧 然后这个 里边有这个纠葛 然后还有打斗 各种的打斗 真的 听上去人物关系也是非常的复杂 相信也是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也是想问一下各位 在这一次剧中 每个人饰演的这角色 和之前以前饰演过的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差吗 或者有一些新的挑战吗 对自己来说 每一位都说一下好不好 蔡老师先请 我在纳金花剧组扮演他的亲家 纳金花的亲家叫庄桂珍 是我们男主角的妈妈 这次第二次跟胡雅杰合作 特别高兴 我这个人物跟以前演的角色呢 有很大不同 很大的不同 对 我喜欢挑战 我喜欢演 我没有演过 但是在我心里头 我很清楚这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愿意去贴定他 靠定他 去表现一把 那这一次这个角色就被您找到了 对 找到我以后 我看了这个题目 我就被这个题目吸引了 然后再看他的情节 再看这个庄桂珍的性格 我觉得我应该来 可以嫁一趟 我努力的 努力的 我努力的去靠定他 这个人物是一个 善良 朴实 这好像是我的特点 好东西 我东西也善良朴实的 他的不同呢就是 他很大方 他很爽气 很开朗 就是很乐观 可以说话呢 可能这个就乐起来 他看生活就特别美 不是像纳金花似的 和赛飞演的是纳金花 和我的赵母娘 和我的性格 不是我的赵母娘 你们俩特别有 和我的性格是一个 鲜明的对比 他看什么都是怀疑的颜色 眼光 都是那个小兴雅一些 恰恰这个 我是大英大会 我觉得什么都在我来看 都不是事 但是我也很认真 对生活很认真 我在争取 我自己生活的权利 该属于我的 我也当不让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们也非常期待 谢谢赵老师 来 和林 来说一下 我演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角色 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就是因为 他的反差特别的大 前面是一个 极其的刁蛮人性 然后非常武断 然后说话 极其的蛮不讲理 然后之后 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变得也善解仁义啦 像个女人啦 又又马的钟的话 之前很不像女人 因为太凶巴巴了 老是要驾驭别人的样子 那我觉得一个演员 如果有可发挥的余地 有空间 就是这个角色 他的可变化 有一个变化 对对对 然后 这次又是我 我追男生 我发现最近我演了好几个 我追男生的 蛮有意思的 比别人追更有意思 嗯 好像要掌握主动权 更好玩一些 好 谢谢 来 马德忠 哎 刚才都忘了 介绍自己 我 啊 大家好 我是马德忠 哎 在这个戏里面 呃 刚刚已经说了 我是切头切尾的一个 带反拍 从头到尾 呃 因为我以前演的反拍 就是可能 之前是好了 慢慢变坏 呃 要不是就 之前坏的 往后就 最后就 醒醒回来 就变好 所以这个戏里面 很多事情都是我搞出来的 啊 对 很多麻烦的东西 很多不好的东西 都是我干出来的 嗯 而且在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很开心 嗯 跟节目大老师一起合作 嗯 没有一个是以前合作过的 哦 所以这个 呃 新鲜感 非常非常好 强烈 嗯 对 好 谢谢 来 谢谢老师 啊 以前我也演过这种 妈妈 这个妈妈当然是有很多不同 呃 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 他自私 他怀疑 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庭 他是 呃 年轻时候 呃 孩子们很小 他父亲就去世了 嗯 带着三个孩子 那么他自己又在这个 生活品质上比较高 是所谓的贵族出生 老爸自己贵族的 以前的那种祖先挂在嘴里 所以呢 他这个 从这个生活的坎坷当中 学会了保护自己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手段 嗯 一个一个生活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他会非常 嗯 非常多的那种纠结 非常多的问题 嗯 嗯 反正 看看吧 看看 看看 让大家来看看 跟以前演的 说有什么不同 嗯 请提出宝贵意见 嗯 好 谢谢 这位老师来 最后胡雅姐 老师 嗯 我这次在这个 那金发和他女婿 这个剧中呢 呃 延续了一个 好男人的形象 嗯 但是如果说 这个男人 好到什么程度 那么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 好到极致 是我以前 呃 演好男人 所没有达到过的 一个顶峰 哎呀 演完这个 西部门以后 那个 雅姐老师的 粉丝 拿着板砖来拍我们 大家 哈哈 哈哈 跟这个 呃 何塞飞老师呢 那么 在一起呢 这是第一次合作 呃 很愉快 很愉快 呃 但是呢 我有一个 心结 那么 也是 我在这个 戏里边呢 把握分寸最难的 一个就是跟这个 呃 小丈母娘 因为这个戏的开始 开头就是 我领着儿子 从火车站出来 在一地他乡来投奔 自己的这个 这个丈母娘 但是呢 在火车站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女士 然后 于是就跟她在 争抢一辆出租车 那么 在争抢过程中 我跟她讲道理 我说大姐啊 这个车是我 先叫下来的 然后我又带着孩子 怎么怎么样 结果最后 还是被这个野蛮的大姐 把这个出租车 给开走了 她自己坐上 出租车走了 等我找到这个 丈母家 这丈母娘家的时候 一开门 就是 抢车的这位大姐 出现了 结果她就是 我的丈母娘 就是这么 所以说 有此拉开了 有此拉开了 这一个女婿 跟丈母娘之间的 这种纠葛 那么 这个分寸 分寸就很难把握了 哪有这么漂亮 这么年轻的丈母娘啊 所以说 我在这个戏里边 很纠结 好的 非常谢谢各位 今天刚才给我们 也是比较强劲的 来介绍了一下 这部剧啊 看上去就是 非常的精彩 我们大家也都 非常的期待 谢谢大家 各位今天来到 我们的这个 新一乐在线的 透明眼播室 谢谢大家 谢谢